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恋人心动的OF3开播至今呢 承报了不少观众的欢乐 尤其是偶像周深 从头到尾都在不停的输出 满满的正能量 毫不夸张的说呢 每期节目都可以在周深身上 学到很多的东西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得以让一部观察类综艺脱颖而出 果然仅凭其他嘉宾的实力 很难撑起整档综艺的效果 而在第十期节目当中呢 观察团全员都做到了一排 因为实习生本季的实践和学习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加油团呢 也仅剩一盏小草灯没有点亮 如果可以赢得点灯的机会 实习生呢 就可以额外获得offer面试的机会 别看周深 那他们就跟观众一样 只是坐在演播室里观看节目 事实上 他们的压力比实习生都大 如果答错题目的话 不仅会失去节目效果 还会导致实习生 失去面试的机会 难度可想而知 这次呢 节目组还请来了三位神秘嘉宾 分别是 这二医院的三位主任 空降现场 打招呼时呢 偶像周深 比任何一个嘉宾都有礼貌 高情商表现 网友纷纷点赞 细看节目的朋友呢 都应该发现了 有一个细节 非常的耐人寻味 其他人跟主任握手时呢 都是一只手 唯独周深举起了双手 一边顶头 一边鞠躬 可谓是诚意满满 特别的尊敬三位老师 不愧是正能量偶像 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 偶像的光芒 当三位主任走到座位面前时呢 周深惊惊惊停出 直呼主任不做 自己也不敢做 别的地方啊 什么规矩我不知道 但周深的表现在北京人看来呢 特别的懂规矩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老北京人 都喜欢周深了 形式作风处处都透着 成熟男性的魅力 全部落座后呢 一出豪戏 才算是刚刚拉开序幕 三位主任强大的气场扑面而来 看上去观察团就像是考生一样 周深为了打破尴尬的氛围 一上来就给三位主任表演了打结 成功俯卧了严肾的方形 而且还说呢 周深的手指很长 不难发现 可爱的严主任也是周深的铁杆粉丝 不然的话观察的不会如此细心 张神叶成胜追击 让大家有什么好奇的问题都赶紧问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再看陶勇一脸茫然 完全不知该从何说起 好在周深呢 及时站了出来 第一个问的是董主任 问他为什么每次出场都会发出 啊哈的声音 回回啊 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为了证明这点呢 节目组还特意把 网日真人秀情节放了出来 董主任极其可爱 说这个啊 是个人的习惯 还有就是因为在医院里面 平时大家都太严肃了 包括有时候去跟病人谈话 病患看到医生后呢 都会很紧张 董主任不想把自己变成 法官一样的人物 华海权问的严主任 在他追综艺的过程当中 感觉他是对实习生 要求最严格的一个 令人背负的就是 讲话的时候 表情非常慈祥 还免戴微笑 但是每句话都只戳实习生的内心 典型的效力藏到 事实上呢 严主任对待实习生都很温和 只不过要求比任何一名主任都高 何况要求不高的话 他们还怎么成长呢 所谓的严实初高度 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毅力竟问的是张主任 他特别想知道 医学生有什么特点 才能成为他的学生 张主任的回答很真诚 首先要看的是对医学生 以及人生上的一些看法 包括对医学知识掌握的程度 严心也要得体 不光是要看他的成绩如何 听完张主任的回答 医力竟一两问好 推算不出谁才可以获得最终的offer 看出来啊 医力竟是真的很想掏张主任的答案 但将还是老的辣 张主任就是不说出最终的答案 被专为汪伟航的表现如何时 张主任还把锅甩给了严主任 搞得远主任啊只能继续甩锅 看到这里不少观众都说 三位代将老师就能撑起一期节目的喜剧效果 不看实习生的真人秀都行 上期节目呢 实习生也完成了健康咨询 这次全运都要迎来终极大考 也就意味着 令人心动的offer3 马上就要跟观众说再见 收官了 不少观众呢都纷纷不舍 主要是因为偶像周深 在这档节目当中表现的太出彩了 疯狂输出个人魅力 圈粉无数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些节目 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